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剪刀石头布 好 那你要去第几个 第一个 那你要这样子轮 台南是幸福生事发展学会 我们在关心偏乡和弱势的孩子的教育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可是今年2022年 我们觉得必须要有点改变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学怎么拼单子 小班制的好处在哪里 一个老师对两个 顶多到五个小朋友 他们在上课的时候 老师马上就可以看到 孩子的学习状况是怎么样 你觉得RUN要怎么猜 第一个 R1个O1个 真的吗 好 R1个没错 但是O1个 对 O1是一组的 因为O2个O放在一起的时候 才会发 O5的音 那可是小班制的教学 有两个问题要克服 第一个问题是 你的老师在哪里 第二点要花很多的钱 你的经费在哪里 那很幸运的 我们跟台南大学 我们跟他有合作上 他们在今年2022年的9到12月的这个学期 一共派了45位老师到三个学校 去做小班制的教学 每一个班打得可以超级小班精神 一个老师加三个助教 四个助教 然后我们各班又只有8到12个 所以师生比的比例 就是非常符合我们所谓的小班教学的精神 所以小班制要是没有台南大学给我们支援的话 老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不对 我们这边所有的经费都是他们提供的 谢谢 让我们的学生就是也可以跟现场结合 让他们有机会出去服务 那一方面也可以增加他们的经验 那一方面也可以服务这些学校的学生 谢谢 这个整个的经费上除了让人事 人事费就基本的助理的薪资 还有工赌的薪资之外 最重点是那个业务费 业务费的大部分都是科普老师的终点费 然后过来其他相关就是我们还有编制 各班都有弹性课程 他们可以 老师都有一定的耳朵 可以去采买各班所需要的相关的文具 教材用品 每一个孩子的弱点不一样 我们派给他的任务是不一样的 那孩子他就是透过平板或者是电脑 自己做自己的任务学习 那你一的一识就是说大部分的家里面都有这个 大部分都有 但是有没有善用 这个才是关键 就是说弱势 学生并不表示 经济弱势 是他的教育方面 知识方面 就是说需要帮助 所以这个点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走的方向是对的 就是说尽量帮助学生 课后的补导 然后增加他们团体活动 各种各样的资助 所以说这个 几年下来呢 我们已经看到成果很好 所以说我想我们会继续的支持 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感谢 因为这样的一个打开生命的窗口 学习不断电 这个课程 对我们孩子真的帮助很大 好 那 再来这个是阿卡贝拉合唱 那等一下孩子们会来表演 现在看到我们越来 已经越比较成熟了 尤其最近跟台南大学合作 我觉得这个计划又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不但使我们偏向的学童受教之外 对于台南大学他们那些应届的师资生 本身也是一个培养练习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个效果等于是乘以二 所有的学校的老师和那个校长都非常的热心 要帮助这些小朋友学习 让我们看到他们的努力 然后我们觉得我们能够在金钱上支持他们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小朋友也会受到受到影响 这个地方是让人家体验就是采科 然后还有体验手拉法 就是你可以抓着绳子 然后踩着腰板 这是我们七谷这边特色的 就是余温 对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 就是说有价值的事情可以去做 可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朋友 来一起共襄顺举 为这个教育尽一份心理 看我这边比个爱心 来 好 423 爱心 啾咪